本来的消息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上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在全国全面检查奶制品 整顿奶制品行业 会议认为 三路牌婴幼儿奶粉事件的发生 反映出奶制品市场混乱 监管机制存在漏洞 监管工作不利 必须认真吸取教训 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做好事故处理 完善检验监督体制 加强监管工作 会议决定 一 要认真落实中央最近做出的部署和各项政策 全力救治患者 落实免费治疗政策 尤其要重视对农村和边远地区应幼儿患者的检查 二 不合格的产品要全部下架 封存和销毁 不留死角 三 对奶制品进行全面检查 整顿奶制品行业 使奶制品的质量安全和市场秩序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四 严格监管奶制品生产企业 监管部门派出驻厂人员对每一批次出厂产品进行严格检验 确保生产的乳制品质量安全 五 尽快修订监管法规 严格法律追究制度 六 对奶农实施扶持政策 支持产品质量好的企业增加生产 确保市场供应 尽快恢复奶制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七 彻底查明事故原因 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坚决依法惩处违法犯罪分子 对负有责任的企业 监管部门和行政负责人 要严肃追究责任 向人民做出交代 月底 健康决部门和行政负责案